好嘞 那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Aker NY举办的地产专家系列讲座的第二期 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今天讲座的主持人 我叫Mona 是Aker地产公司的Sales Manager跟Team Leader 非常荣幸今天跟大家在这里见面 那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Aker地产公司 也是今天讲座的组织方 Aker IG客是位于纽约的高端地产公司 专注于纽约新泽西两大市场 帮助您购买出售投资管理房产 专业的地产经营团队呢 提供免费的地产房价评估 数据分析以及法律税务的咨询 本期讲座邀请到的专家主讲人就是全纽约排名前100的 注册税务师以及房产律师王慧 王慧是顶略律师事务所和税务师事务所的创始人 拥有超过5年的北美税务以及房产律师的从业经验 本期讲座主题为房产税务必备知识大解析 及买房卖房出租房产所涉及到的税务 那今天在王慧税务师分享之后呢 会给大家留出提问的时间 王慧税务师会集中解答大家的疑惑 为大家可以更流畅的听我们的分享 麻烦大家检查一下 请把自己那边静音哦 感谢大家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王慧税务师 大家好 我是王慧 刚才Mona已经对我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了 OK我本人呢是学会计和律师是双聚业并行的 所以说我从2011年入行之后呢 我也是在美国的律所和注册会计事务所一直在工作 那顶略是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自己做的自己的一个公司 然后我这边主要是做房产过户 然后个人和公司的税务申报 以及移民类的申请 OK 今天呢很感谢Aker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跟大家在这个地方可以分享一些 就是我专业当中会涉及到的东西 也可能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今天主要是用到我税务这方面的一个专业和专长 给大家结合大家 因为Aker是个地产公司 那可能在座的也是一些购房者 或者是经济 本身是做这个行业的经济 那么在跟房产有关系的一些税务 我相信你们可能很多都是很磨了两可不太清楚的东西 那我希望今天这个讲座呢可以给大家抛砖引玉一下 然后让你对整个跟房产有关系的税务体系能大概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如果说因为时间的限制 因为我还要给大家留出更多的一些时间去做一些 可能你们有什么问题我要来解答一下 所以说我尽量快的把我所有的东西给大家过完 因为今天其实我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因为你听完我今天的讲座 你基本上可以把跟房产有关系的 不管是不是过户 哪怕是过完户 你持有房产期间所涉及到的税务问题 基本上一网打尽 OK所以时间的限制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好吧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那个screen是吧 可以看到 第一页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讲到的房产过户 和持有房产过程当中产生的税务问题 那今天我主要是涉及到三大板块 第一大板块就是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 也是你对你持有房产的一个起步 就是说你首先要把这个房子过户买回来 你才会涉及到相应的税务问题 也就是第一步 也就是房产过户过程当中 可能涉及到的一种税种和税款 要怎么计算 第二大板块呢 就是说房产过户之后 所涉及到的所得税问题 所得税也就是说 你要去报那个1040 就是家庭税或者个人税 或者是你公司持有 那你可能会有一个公司的所得税的问题 OK第三大板块就是说 你在房子买回来了之后 你在卖出去之前 你持有这个房子的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税种 或者是税款 比如说大家可能最直接可能考虑的说 如果这个这个房子 我有租金收入 OK我租金收入要怎么报 这东西都会我在我的第三个板块当中 去跟大家涉及 好吧 那我们就进入第一个板块 就是房产过户过程当中 涉及到的税种 OK 因为我本人也是帮客人去做房产过户的 那几乎我所有的客人 坐到我对面都有某种程度上的焦虑 这个焦虑是指什么呢 他知道他除了买价之外 房产的买卖价格之外 他可能还有一笔不容小觑的过户费用 我们叫closing cost OK 所以他不知道说这个closing cost到底有包括哪些项目 我最后要有多少钱 可能还要额外准备出来 才能去把这个房子买回来 OK 那我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基本上客人的在买房子的时候的closing cost 主要分为两大板块 一大板块就是如果客人是买家是有贷款的话 那贷款银行会有一笔他里边收的费用 比如说贷款的申请费 然后有一些情况可能会要让你去买一些 points 然后blablabla 比如说银行也会要求你给房子去做一个估价 这些估价费原则上都是由买家来承担的 所以这是一大部分 另外一大部分就是体现在客人的产权账单当中 OK 产权账单无非最大最大的头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就是说你可能会涉及到的税款 这个是产权当产权账单当中最大最大的一个头 除此之外呢 有一些稍微小一点的 比如说要去帮你做这个房子的产权调查 可能会有一些调查费用 包括整个过户完了之后 在过户桌上签的一些滴器 或者是说贷款合同 这些东西可要能要拿到康铁去登记 那么产权公司会有一定的服务费用来收 包括政府那边也会有一笔政府的费用 登记的费用要来收 但是这些东西比起我们今天要说的税款 都是小小一丢丢 所以说你要想知道客人作为买家 他的closing cost包括卖家 他卖房子 他也不是说我卖一百万的房子 我就能拿回一百万了 所以他也会有closing cost 那么你只要知道他大约的税交多少 其实你就把握住了closing cost的一个大头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过户过程当中 涉及到的税款和税种 我给大家分了两边 就是买家和卖家 卖家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其实卖家就涉及到一个过户 所以大家都知道transfer tax transfer tax是由卖家来付的 那么以纽约州为例 以这个房子所在的位置 如果这个房子是在纽约州的 毫无疑问你要刻纽约州的transfer tax 但是如果你这个房子同时 还是位于纽约市五区的 那么你除了要交New York State的transfer tax 你还要交New York City的transfer tax OK好 那么New York State我给大家列出来 New York State因为房价和房型的不同 它的税率会有两档 一个是0.4% 一个0.65% OK New York City呢 是有三档税率 也是根据你的房价和你的房型不太一样 它的税率就不太一样 那么它是1% 1.425% 或2.625% 我下一页给大家放了一个表格 就是给大家一个 我前面不是说因为你的房价和房型不一样 那么你的税率也不太一样 那它到底怎么来区分 谁到底适用什么样的税率 那就这个地方给大家列出来了 OK New York State的transfer tax OK Condo Colab或者是一到三家庭的房子 然后呢 我们适用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税率 然后四家庭以上的房子 我们在实际处理当中默认为它是commercial的property 也就是说它是商业性房产 那么它会比住宅类的房产 它的税率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 那怎么来体现 你会说OK 它们都是0.4 0.65 那有什么不好的 你会发现 如果是住宅性的房产的话呢 它是300万以下统一0.4%的 纽约州的transfer tax 但是如果你是商业性房产的话 这个门槛就要低100万 也就言外之意是200万以上 你就要刻到0.65 但是对于住宅性的房产 是要达到300万以上的买价 你才会去适用0.65% OK 好 这是New York State New York City呢 它就相对来说 其实它也是按照纽约州一样的 就是说住宅性的和商业类的 然后呢 它划的那个标准会更低一些 它是以50万为标准 OK 1% 1.425 2.625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照个照片 可以过后自己再去看 然后我这边就不多做停留了 好吧 我再回到这边来 我基本上把New York City的0.4% 和New York City的1.425% 我给大家highlight出来 是用粗体化的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基本上 中国人社区 绝大多数的房产买卖 基本上 如果是在纽约 纽约市的话 客人基本上的 这个transfer tax 就是落在这两个税率上 所以基本上 绝大多数的客人 加起来就是要付 1.825% 房价的transfer tax OK 好 后面我又写了一个sponsor unit 就是给大家一个 一个一个tips吧 就是sponsor unit 就是我们所说的 开发商的房子 就是新房子 纯新的房子 你是第一手 住进去 你是第一手的买家 OK 在这种情况 我们前面说了 transfer tax 都是由卖家来付的 但是因为你买的是sponsor unit 你是买 从开发商手上买房子 那么这个transfer tax 一般情况下 这个付款方 发生了转变 就变成了买家要来付 当然在实际当中 也有可能通过 谈价的价格的情况 由sponsor来付 但是这种情况 非常非常少 都是由买家来付 而且它的计算方法 稍微不太一样 就是除了这种sponsor unit 就是所有的 其他的房子 那我们都是非常简单的 用你的购买房价 去乘以你的 0.4%的税率 或者乘以你的 1.45%的税率 两个加在一起 就是你要交的过户税 但是sponsor unit 它是怎么样子呢 它是要多做一步事情 它一般情况下 是用你的房价 去乘以你的税率 算出来的这个 本应该作为 transfer tax的金额 要加上你原来的 购买房的房价 它两个一个总和 组成新的一个 购房的房价 在此基础上 再去乘以你 0.4% 或者1.425%的 transfer tax 所以说你如果买的是 sponsor unit 你做好心理准备 你不单 你不像其他的房子 就是说 transfer tax 要你来交 同时你可能交的金额 还会要比正常的 那个transfer tax 要高 那么一丢丢 好啊 好 这是一个 下面 卖家这边说完了之后 就是买家 买家主要是两个tax 一个tax就是mention tax 就是豪宅税 大家都知道 在纽约呢 就是说 你的房价达到了100万 OK 那么这个豪宅税 就会达到 就会开始要克 那最低是1% 但是呢 实际上来讲 豪宅税呢 它不是一个统一的1% 它和transfer tax 是一样的 也就是你房价 达到某一种重度 它这个税率 开始往上涨 最高可以涨到3.9% 我这边给大家弄了一个表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可以take a picture 过后你再看一下 所以New York City的mention tax 基本上 如果买价在100万 到199万 9999 就是1% 如果再往上跳一个格 就变成1.25 就以此类推 1.5 2.25 到最后会涨到3.9% 所以你想要知道 你的mention tax 是多少的话呢 那你就看看 你的房价 落在哪个区间里面 那就适用于哪个税率 那基本上绝大多数 绝大多数客人 我们local的买价 基本上也都是1%的 那个税率 好吧 反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东西 好 耗宅税没什么可说的 下面就是贷款登记税 贷款登记税 从表面上来看 你就会发现 这是贷款要交的税 言外之意 是如果买价是 全现金过户的话 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OK 但是它如果要贷款的话 它就要交一个 Mortgage Recording Tax Mortgage Recording Tax 和Travel Tax 一样是分州和市的 言外之意 你买的这个房子 如果只是纽约州 但是不落在纽约市五区 那么你只需要交纽约州的 如果说你落在纽约市了 那你就要交纽约州 加上纽约市的 OK 纽约州呢 就是0.5%的税率 注意一下 这个0.5是什么呢 是0.5乘以你的贷款金额 而不是你房子的房价 OK 因为我们这个是Mortgage Recording Tax 贷款登记税 所以说它来计算的标准 是你的贷款金额 这个第一个要明确 第二个 New York City呢 New York City是有两个税率 1.3%和1.425% 它是以贷款金额50万为限 也就是说你的贷款金额 在50万以下 你适用的是1.3%的 纽约市的税率 如果你是达到50万以上的话 那么就是1.425% 所以说如果说你的买家 是买了一个 New York City五区内的房子 然后呢它又有贷款 这个贷款金额又比较大的情况之下 它最高可以刻到1.925%的Mortgage Recording Tax 言外之意 他买了一套100万的房子 可能Mortgage Recording Tax 可能如果他贷了80% Mortgage Recording Tax 可能1到2万块钱 也是很大的一笔钱 OK 所以说但是上面这个税率呢 一般情况下 Lender应该是要去帮你 帮你去承担0.25% 比如说你买了New York City的房子 然后你是0.5加1.425% 加起来是1.425% 对不对 那么这1.925 那这1.925里面正常来讲 Lender是要帮你掏0.25的 OK 那么我在实际过户当中呢 也经常会看到Lender确实是帮你付这0.25% 但是回头又让你把这12.25%再还给他 所以说呢 反正基本上你在大概算你自己要交多少的Mortgage Mortgage Recording Tax的时候呢 你也不要惦记Lender的这0.25%吧 这是取决于不同的银行 所以很多银行是 他根本不会给你担这0.25% 你还是要自己去交那个1.925%的 那个满额的Mortgage Recording Tax 好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买co-op的买家 贷款买co-op的买家 是豁免Mortgage Recording Tax的 因为co-op是没有独立产权的 大家都知道 那么原则上你买了一个co-op 你只是成为了这个房子的tenant 你跟这个大楼签了一个lease 签了一个租约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并不算是买了一个地产 房地产回来 其实说白了你就买了一个租住权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是豁免Mortgage Recording Tax的 好吧 上面的问题希望大家我都说明白了 好 下面的问题就是我再多说一句 就是说很多客人就会问我说 这些费用我怎么没有付啊 就过完户了之后就忽然给我打电话 我说你不是跟我说我要交什么税吗 我怎么没有交过这个钱 那其实他都已经交过了 所以我这地方给大家一个 程序上的一个information是什么呢 就是说买卖双方在过户当中分别需要承担的税款和其他的过户费用 OK 比如说买家的产权调查费 地契的登记费用均是体现在产权账单中 由产权公司代售代缴 所以对客人来讲他就是一笔钱付给了产权公司 但是他那个一笔钱其实是很多的一些item 很多的项目加在一起的一个总数 所以说客人其实是已经把这个钱交了 只不过说是由产权公司来代付代缴 OK 那很多人就会问我为什么非要由产权公司来代付代缴 就这么比如这么说吧 卖家是要交过户税的 你放心把作为买家 你放心把所有的买房款全部付给卖家 让他自己去付产权 去付transfer tax吗 万一他不付呢 万一他不付政府来追 追的是这个房子 那买家不惨了 所以说一定要找一个中立的第三方 然后呢来完成所有的代售代缴的这整个过程 所以这是为什么要产权公司来做 OK 还有一个额外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产权公司是没有产权的 不是co-up是没有产权的 所以就不存在产权公司的问题 OK 那么但是你买卖co-up作为co-up 他也可能会有transfer tax 不是可能是一定会有 卖家也是要 co-up的卖家也是要交transfer tax 那没有产权公司谁来代扣代缴 那就是卖家律师来代扣代缴 反正总之会有一个就是中间的第三方 然后呢来做 那你让产权公司不会放给买家或卖家 那我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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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麻烦啊 谬一下自己啊 好的 好 好 呃房产过户过程当中会涉及到一个选择手 这也是在实际当中的也不能 这个版本是直接念出来 我那个版本是forget you 啊 不好意思 只会黄麻烦谬一下自己 谢谢 哦 你都是有效应的 forget you 他用的是 没事 我没有他吧 OK 我不能 我叫他小税种是说 不是每一个案子里面都会涉及到 但是并不是说这个税本身是个小税 啊 就是说 呃 有的时候 我们会在做过户的过程当中 涉及到一个赠予税的问题 比如说最常见的中国父母 给中国孩子掏钱买房子 OK 有实力的父母就直接全部帮孩子单了 然后呢 稍微那个一点的父母 他最起码也帮孩子去把首付款给交了 然后呢 由孩子后面来慢慢自己一点点还贷款 这个在我们的中国文化当中太正常了 中国父母感觉都好像是为了中国子女在活着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都会 很多很多客人都会来咨询说 哎 这是不是涉及到一个赠予问题 对 这确实涉及到一个赠予问题 那有的时候还有除了父母之外的其他亲戚朋友 反正就是说帮你来掏这个买房款 但是这个房子是给你买的 然后第七是登记在你个人名下的 这种大家一般人都会有一种概念 这是个赠予 还有一种比较隐藏的赠予是什么呢 就是说 比如说两个人一起买房子 比如说我最近的一个案子就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在一起买房子 OK 第七当中他们显示百分之百 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的产权 OK但是呢孩子只是刚刚参加工作 然后呢也报税也不是很高的情况之下 其实买房款几乎由他妈妈全部在贪 或者是说我给你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妈妈和儿子分别是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的产权 但是妈妈掏了百分之六十的房款 孩子只掏了百分之四十的房款 这要怎么说呢 对不对 可能很多人他就没有意识到这里面有这么一个问题 正常来讲在我们现在的经济社会当中 其实说实在的 我们都是我们等同的付出去的这个金钱 我们应该拿到同等的一个对等的一个东西回来 那么就是我付了百分之五十的房款 我就应该拿百分之五十的产权回来 但是这个母亲付了百分之六十的房款 却只拿了百分之五十的产权出来 那就意味着那个差额的百分之十 其实原则上是母亲无偿赠送给自己的孩子的 所以这百分之十其实也是涉及到一个赠与税 只是很多客人 他是没有意识到有赠与税的问题在里面的 OK好 所以说一旦涉及到赠与税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要了解一下赠与税的基本概念 OK 美国的赠与税 首先比较违反我们常人常识的一点 就是说赠与税不是受赠人来交的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妈给我十万块钱 OK 要来交赠与税的是我妈 不是我 OK 是由谁做赠与谁来交税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是不是我做了赠与我就一定要交税 那么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免税额的 也就言外之意是 我妈妈这一年给我做的赠与 只要总额不超过一万六千块钱 OK 比如说我妈妈给了我一万块钱 OK 这一年总共一万块钱 在一万六千块钱的免税额以下 我连税都不用报 原则上我妈妈是给我做了赠与 但是我没有达到要报税的那个门槛 所以我不用我不用报税 OK 那2022年这个金额是一万六 但是每一年税局的那个金额都在涨 比如说2021年的那个免税门槛是一万五千块钱 2022年就涨到一万六 2023年目前为止不知道 OK 所以说每人每年一万六 什么意思呢 我妈给我做了一万块钱的赠与 不用报税 但是我妈又给我妹妹做了一万块钱的赠与 我妈也不用报税 因为她每一年对着我们每一个个人做的赠与 都没有超过一万六千块钱 所以我不用交税 OK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 我妈给我做了一万块钱的赠与 我爸也做了一万块钱的赠与 我要不要交税 我也不用交税 OK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我妈要是给我做了三万块钱的赠与 那按照我刚才说的 是不是超过一万六了 我们要交税 对不对 好 但是我妈和我爸是合法夫妻 现在依旧在婚姻内 他们两个是联名的账户 他从联名的账户出来给我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是可以把这三万块钱对等的splay成两个 就等于说相当于我妈给我做了一万五 我爸给我做了一万五 都没有超过一万六 所以我都不用交税 OK 所以如果是夫妻的话 那么这个针对于每人每年的这个赠与的免税额 就可以把它double 夫妻两个人可以double来对待 OK 哪怕实际上 比如说这个这个例子可能举的因为 我是我父母共同的孩子 再比如说我妈妈给我 应该叫表妹 表妹表弟应该是妈妈这边的 OK 我妈妈给我的表妹做了三万块钱的赠与 表妹其实跟我爸爸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是我妈妈那边的亲戚 但是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如果说妈妈和爸爸就是说 我们是一起赠与的 我要去splay 这个完全是可以说得通的 没有关系 这是额外跟大家说的一点 好 What if我妈或者是我的家人给我做的这个赠与就超过了一万六千块钱 怎么办 那经常是最近几年房市比较火嘛 那很多人就从中国往这边打钱 然后我要在这边买房子 那纽约的房价一万六千块钱 连个水花都积不起来 所以说很轻易的就超过了这一万六千块钱的免税额 那怎么办 就是要报 OK 那下面的人就很多客人就问 我听说这个这个赠与税的税率是百分之四十 好吓人啊 OK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很多客人都知道说美国有一个遗产税的免税额 这个税率很高 这个税免税额是很高的 是可以达到一千两百零六万 二零二零二零二二年的时候 另外这一是什么呢 到你去世的时候 你身后留下的遗产 转给下一代的遗产 不超过一千两百零六万 你就豁免根本不需要交这个遗产税 这个很多客人都知道 但是很多客人不知道的是什么 这一千两百零六万的免税额依旧适用于赠与税 因为这个逻辑其实背后的逻辑其实很容易理解 政府会觉得说财产都是你的财产 你要想转移给下一代或者转移给别人 你无非通过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生前做赠与 要么就是死后做继承 对不对 所以说反正政府就给你一千两百零六万的免税额 OK 你如果生前 比如说我超过一万六 我生前累计这么多年 然后呢 我做的赠与就是超过了每一年的那个免税门槛的赠与 比如说我累计已经做了两百万 在我去世之前 我已经累计做了两百万了 OK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你可以去报你的赠与税的税表 去算赠与税的税款 你去把它交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实意当中没有人这么做 谁愿意掏钱 就算我要掏钱 我也要晚一点掏钱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绝大多数的人就会说 我这两百万的赠与税的税款 我不交 我要动用我去世之后的 遗产税的一千两百零六万的免税额 OK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我去世之前 我一千两百零六万的免税额 已经被我生前的赠与吃掉了两百万 那么到我去世的时候 我身后留下的遗产的 那个遗产税的免税额 就只剩下一千零六万了 OK 所以说这就是我所谓的 基本上我说句实在话 有钱人很多很多 但是呢 绝大多数的客人 真正可能会达到一万两千零六万美金的 这个门槛的客人相对来说还是少数 他们都会从中国打钱 往这边 往这边来买这些房子 那么从海外汇款呢 我们是有一个披露的要求 这两年税局查的非常非常重 税款发的非常 我做了好多个 就是被国税局因为没有做这个 disclosure被发几万块钱的 OK 所以说你如果这一年 从海外的个人账户累计收款 超过了十万美金 你要去做这个披露 如果说海外给你打钱的那个 那个账户是个银 是个公司账户的话 这个门款更低 达到一万六 你就要去做disclosure 那disclosure不是报税 disclosure只是说填一个税表 去披露一下你收到的这些钱 OK 你只要披露了 什么事都没有 不用交税 也不用罚款 但是你不披露 你就有非常非常高的罚款 好吧 那第一个第一个 第一个part我就讲完了 第二part我们就说那个 房产过户的所得税问题 OK 房产过户的所得税 所得税是什么意思呢 所得就是说我赚了钱了 我才要交税 那么我们最直接的每一个人 在美国都是每一年 都是要去报个人税表的嘛 个人或者家庭税表 都是在4月15号之前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都是在4月15号之前嘛 对不对 其实那个东西报的就是 个人所得税的税表 也就是说我这一年赚钱了 我建立在我赚钱的基础上 要去交这个税款 这就叫所得税 所以说那你觉得 作为一个买家 他赚钱了吗 作为一个房产的买家 他没有赚钱 因为只有一卖和一买 两个价格一对比 如果我有赚钱的这部分 是我的所得 如果我亏了 那就是我的loss 但是作为买家 他买房子是个动作 他只完成了一部分 一半 他要需要将来 把这个房子卖出去 完成整个过程 有两个价格去做对比 他才能知道 他赚了还是亏了 所以说房产过过后的 所得税问题 不涉及买家 他全是卖家的问题 seller的问题 OK 好 他这个所得税问题 什么时候去报呢 OK 要看这个房子 到底放在个人名下 还是放在公司名下 如果放在个人名下 那这个增值或亏损 那就是个人的税表要去体现的 言外之意 如果我今年2022年7月份 比如说我今天刚过了一个户 那我针对于这个房子的所得税问题 我需要在报2022年的个人税表的时候 去做进去 OK 那是什么时间 那是明年的税季 2023年的税季 OK 如果我是公司持有的话 那我要看我公司2022年的 这个公司税税表的due day 是什么时间 这个就不定了 不一定了 看你的公司形式不一样 那就不一样了 我就不给大家去 去去去 去说那么多 大家领会意思就行了 好 好 申报责任人是卖家 OK 是seller OK 我现在 我不去探讨sponsor 我不去探讨开发商 OK 因为 一般除了开发商和一般的卖家之间 它是有区别的 你会发现 开发商它就是以卖房子为生的 他不干别的 他就卖房子 建房子卖房子 所以他就有一点点像 卖 卖产品的商家那种概念 这个房子对他来讲 就像一个产品一样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卖家 其实就是说 我自己有套房子 我卖了 这是可能是偶尔发生的事情 或者有一些人专门就是一买一卖 短期套现 那也不是说天天都能发生的事情 对吧 一搞一百套 两百套那种 所以我现在不讲sponsor 我就讲正常除了sponsor之外的卖家 OK 那么他卖了这个房子 他这一年要去报个人所得税 他是这个申报责任人 OK 好 那我申报的是什么 就是我说的 我卖房子 我赚了 我才要去报税 OK 那么我翻译成中文 我就叫他买卖房产 增值利得 言外之意是增值的部分 我将来买房 我当初买房子 加上closing cost 总共发了一百万 我现在 房子卖了 扣掉我各种各样的closing cost 之后 我卖了一百五十万 这五十万就是我的增值 一百五十万减一百万 这就是我的增值 我说这个应该相对来说 比较好理解 好 因为这个房产的特殊性质 OK 这个房子我要么自住 我要么投资 对不对 好 所以说呢 对于这种 不管是自住 还是投资性的房产 它的买卖的利得 或损失 我们叫它capital gain 或者是capital loss 它是一种 比较特殊的收入 或者是损失 就是说 跟我们一般的 W2啊 1099啊 或者是我经营公司 赚的那种钱 它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性质 收入和这种 它的这个性质 不一样 就决定了 在税务上 它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OK 处理方式不一样的 最直接的表现 就是适用的税率不一样 OK 我现在说的这个税率 全部都是指 站在个人税的角度 就是说这个房子 是由个人持有 OK 我主要是站在这个地方 我会稍微提一点 公司持有的地方 好吧 我主要是放在 个人税这个地方 好 那么对于capital gain 个人税来讲 它的税率是分两档的 取决于这个capital gain 是long term 还是short term 就是长期的capital gain 还是短期的capital gain 我怎么来判定 它是长期还是短期 是取决于我持有 这个被我卖掉的 这个房产的时间 如果我持有的时间 小于等于一年的话 那这个capital gain 就对我来讲 就是short term的capital gain 如果它大于一年的话 那么它就是long term OK 所以那个最重要的是 那个一年 那个刚好一年 一天不差的一年 是属于short term 你一定要高于 哪怕是一年零一天 你才能把自己 放到long term去 OK long term的税率 要远远好过short term short term 就是政府就有一种感觉说 你就是在投机 你就是在短期的 就是一买一卖去 去赚这个差价 但是long term的人呢 相对来说 可能会更有一些 就是长期持有的 这样的一个计划吧 OK 所以说政府会给 相对好一些的税率 那么long term的税率 有三档 零 百分之十五 最高百分之二十 OK short term 它的利率 其实不是说 零到百分之三十 我给大家 只是说给大家 一个最低值和一个最高值 但是其实它前期后 可能也就是 十档八档的那种税率 它这个税率是什么呢 也就是short term的capital gain 它的税率 跟你其他的1099啦 W2啦 这种 ordinary的income的税率 是一模一样的 OK 也就言外之意 告诉你 你个人所得税的税率 最高可以达到多少 百分之三十七 也就是说 你收入足够高的情况之下 你的收入要刻的个人 所得税 可能会高达百分之三十七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房子 你是持有在一年 或一年以下的一段时间 最终把它卖了 结果你产生了一个capital gain 那么你要刻在capital gain 身上的税率 跟你的W21099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如果这个房子 你持有超过了一年 你再把它卖掉 那产生的这个long term capital gain 它的税率就是零 百分之十五 或者是百分之二十 OK 这个税率表 我没有给大家往上放 基本上呢 我这么跟你讲 它也是按照美国的税率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递进税率 就是它不像咱中国人 中国人喜欢说 有一个公式 我知道这个公式 然后我把你的数据放进去 放到那个问号的地方 我就能算出来 美国人就是说 说的不太好听 也就是比较笨 他不像咱中国人比较取巧 他就一定要把所有东西 立在一个大成表 比如告诉你说 OK 你的收入必须在 零到四万多少多少钱 你的适用的税率 是多少多少钱 然后你四万到适用的时间 你的税率是什么多少钱 然后呢 他不像我们中国人 就是说 我会有一个 有一个 怎么讲 我自己就比较喜欢 给我一个公式 我自己把什么东西做 我们算出来 一览天下的那种 但是美国税局 它不是这样的 一个作风 所以说呢 呃 这个long term 到底谁适用于零 谁适用15% 谁适用20% 我没有给大家去列这个东西 但是呢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门槛很高 基本上你的收入在四万 我还没记错的话 四万五千以下 那么你的capital gain 是一分钱都不用交的 言外之一是什么呢 就是说 加上你的capital gain 加上你的w2 交上你的10 就是你全年的总收入 如果不超过四万五千块钱 那么你capital gain的这部分 你根本税率就是零 没交税 OK 其实这个门槛要比起一般的 就是我们下面这个 short term的这个门槛 其实要高很多 好吗 就是给大家抛转一语 讲一下 如果你没有兴趣 可以到时候就是再问我 我干嘛 我给大家去搞一下 这个东西就天赋的影响 我就不再说太多 反正你就知道 房子你要想卖 而且你预计你会有gain 而且是通过各种方式免不了的情况之下 尽量不要短期持有去卖 因为这个税率会反北 好吧 好 下面就是多一句话 就是增值利得税和其他的税款一起 一起加在个人税和或者家人税表 就是我们说的1040 如果是公司持有 就放在公司的税表里面 反正呢 就是说 我之前出去做两次 我给大家都讲过说 1040你做完了之后 会计师肯定不会告诉你说 你今年W2要交多少钱的税 然后呢 你的1099要交多少钱的税 你的就是比如说社保税要交多少钱的税 你的capital gain要交多少钱的税 不是的 他就给你全部NAC在一起 然后给你一个总数 所以说呢 很多客人就会说 我就交了一个税啊 那是什么税啊 怎么跟你这个数算不上 其实是所有的税 包括政府要给你的退税 大家全部NAC在一起 所以我给你一个总数 是体现在1040里面的 所以说你这一年 如果有capital gain的话 虽然你1040最后面只有一个数 不管是交还是退 但是其实里面都已经包括了 你这部分capital gain应该要交的 或者是要退的 好不好 好 还有一个是大家比较在意的一点 就是到底能不能豁免 capital gain呢 原则上你只要一旦有了这种增值的部分 那增值就等于说我有收入了 我有收入了我就要交税啊 OK 但是呢 这个房产买卖 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避税原则 OK 上个周 然后那个忽略师已经讲了一个 就是第二个 我写的1031的置换 就是税款延期 就是延期法则 OK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会知道一丢丢 就说我有20万50万的免税额 那个到底是啥 那个是税法 IRS Code上面的Suction 121的自住房免税条款 OK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房子是用来自住的 而且自住的时间达到了一定活税局要求的标准 那么是你的报税的这个Status来决定你可以最大最多拿到50万的一个免税额 也就是说言外之意是什么呢 如果说你满足条件 那么你的卖房子 假如说我卖了150万 我的成本只有100万 我的增值50万 这50万你算一算 要是交上20%的 哪怕也是个long term的capital gain的这个Tax 你要交10万 也很多啊 但是你如果能够适用Suction 121的这个exemption的话 这10万都免了 OK好 所以下面就来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才符合Suction 121的这个自住房的免税的这个条款 就是我就叫二slash五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政府要求从你卖房子 卖房子closing的这一天往前推的五年内 你至少要在这个房子里面居住两年 同时拥有这个房子的产权要要要两年 OK好 如果说你是夫妻怎么办 夫妻他只要求夫妻中的一方 要有两年以上的产权 OK 但是你夫妻两人 如果都想要享受50万的免税额 因为夫妻两个人就是25乘以2嘛 那如果你想要享受满额的50万的免税额 夫妻两个人在居住上都必须要达到两年 但是在所有权上 也就是地契上的名字 必须要两年的 只要有一个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叫做一个叫做use test 一个叫做 own test 就是拥有的那个单词 OK拥有的就是说你的ownership 也就是说你要拥有这个房子 那你会很奇怪说 我买了房子我为啥不拥有呢 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 比如说你这个房子 你现在里面租着住着 对不对 然后呢忽然有一天 你得知你的房东要卖了 OK你说你也不想搬家 你也喜欢这个房子 然后他卖的价格也在你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你可能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 所以说比如说你在买下来之前 你已经在里面住了三年了 但是这三年你只是在里面住了use test use test 使用的那个test你满足了 但是你这段时间 你没有累积你的own test 就是说你的拥有的那个地契 那个怎么讲 地契上不是你的名字 这个房子不归你所有 所以你没有累积那两年的ownership 那只有当你把这个房子买过来了之后 你再住两年 OK你才能同时满足这个又有居住 居住满两年 又有拥有产权两年 所以说言外之意告诉你们 这两个缺一不可 只要有一个不满足 你就拿不到25万单身 然后50万夫妻的免税额 这个我有说明白吗 好还有呢 我上面写的括弧里面会写的 全额或不分税款减免 什么意思 全额是单身25万 夫妻两个人50万 OK 并不是说你卖过了这个2slash5的这个门槛 你就自然而然可以拿到25万和50万 你只能是说你卖过了这个门槛 你有资格来拿这个免税额了 到底拿多少钱 你能不能拿得了满额 我们要看你这五年当中 有没有我们叫disqualified use of the property 也就是说不符合条件的使用 原则上虽然说政府给你的标准说你只要卖过了两年使用和居住 那你就可以能拿免税额 但是政府在本心上是expect you 就是他预期你应该是在五年都是一直把这个房子用来做自住的 OK 那很多人为了说去享受这个121 他会怎么样呢 他决定要这个房子一直用来出租 然后呢用来赚租金收入 他又想说我这个房子可能要卖了 但是我这个卖的增值这个钱很贵啊 叫交税怎么办呢 他就把它转成他的自住房在里面住两年 他就觉得说你看我过户 我住完两年之后就把过户卖掉了 那你我从过户往前推的五年当中 我又住了两年 我还这个房子也一直都是我的 我也满足了两年到所有权的这个条件 那我就能享受25万米是50万的免税额 那就只能说你梦做的太太好了 OK 因为你之前那三年的出租 他属于不符合条件的对这个房产的使用 所以会导致你没有办法拿到25万或50万的免税额的全额免税额 各位说明白吗 OK 好 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下面这个地方就是我说的有点深了 这个地方我到后面给大家讲租金收入的时候 我再细说这个地方 还有的就是说 如果房屋出租的话呢 有提折旧的话 后面也不可以适用三个神一二二一的这个货面 我到后面讲租金收入的时候 再带回来给大家讲这个折旧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为如果你不是行的人的话 折旧东西可能这个概念比较深 我后面再给你们讲 好 所以三个神一二一 那因为就是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比如说大家有其他的更深的问题 想问我们的王会事务师 可以在我们结束之后呢 添加王会事务师的联系方式 然后根据您个人的问题 然后王会律师这边会帮您做一个解答 谢谢 好 Section一二一 我们说完了之后 我们就说来看Exchange 1031 置换 OK 我先说它两个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Section一二一是叫税款减免 我写了一个税款减免 言外之意是什么呢 你符合Section一二一那么你这一部分的增值你是完全不用交税的 直接给你免掉 OK 1031的置换它不是减免 它是税款延期 是什么意思呢 这比税款你依旧该交 但是只是说我现在不让你交 因为你做了符合条件的1031 你把它推到一个更远的时间去交税 因为从我们会计的角度来讲 说实在的 如果能少交钱肯定是好事 是一个种tax benefits 但是如果能够晚交钱 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含蓄的tax benefits 对吧 晚一点交一笔早一较交好 我把这个钱穿在口袋里 我可以去看点别的事情 做一点投资 然后钱生钱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1031置换 只是起到了一个税款 拖延的一个作用 它没有办法做到税款减免 这个钱你还是要交 只不过说现在不交 那什么时候交呢 就是你真正的把置换回来的这个房产 把它去卖掉的时候 那个时候统一去实现这个税款的一个 一个这个 上一个星期呢 胡律师已经讲了大致的 就是说我们有个45天和180天的一个要求 这个东西我就不多去赘述了 我大概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里面的这个计算是 到底是个怎么样子 因为很多律师都会告诉你说 你去置换一个房子的时候 你只能置换越来越贵的 你不可以置换越来越便宜的 对不对 如果你有类似的经验 很多律师都怎么跟你讲的 OK它其实是给了你一个非常粗的道理 那这背后的一个 法律上的一个依据是什么 1031为什么政府愿意让你延期 对你来说是个Tax Benefits 那对于政府来讲 对于国税局来讲 它就是一个吃亏的地方 OK让你玩交水了 你想要把钱留在口袋里 国税局也想要早一点把税款收上来 它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税局为什么愿意给这种 Benefits给你 它就是看中了一点是什么 你做1031置换的时候你是拿房产A去换房产B 而且换的过程当中你全程没有看到现金 如果不存在1031置换的问题的话 那么就是等于说我把A卖掉了 我再去买B 那B你等于是一个买家 我说了你没有所得税的问题 但是对于卖家来讲你是有所得税的问题 What if出现一种情况什么呢 我卖了100万的A房产 OK我的成本是80万 正常有个增值的20万 我20万要去交税对不对 好但是我转手 我又去拿着100万 又去买了一个B房产 OK结果里外里你发现什么 发现这个纳税人把A房产换成B房产 手上一分钱没见着 结果要给政府交20万利得增值部分的所得税 这个东西你会不会觉得 因为我交所得税是建立在我挣钱的基础上 我钱呢 我啥钱没见着啊 然后我就要交这么多的税 所以政府也意识到这个东西 它是不太合理的 所以说他就推出了1031置换的这样一个条款 就是说你只要你在置换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任何现金最后落在你的这个屋主的身上 那么你就可以全额去享受这个税款延期 把它延到后面去 也就是言外之意识 如果说你100万的房子 A房产 就是置换成了一个90万的B房产 你会发现到最后你是不是剩了10万块钱 这个违背了国税局最初给你1031 这个Task Benefit的一个初衷 它就是因为你手上没见着钱 我不收你钱啊 我不收你税啊 那你现在手上见着钱了 所以说你手上但凡有多出来的这个现金在你手上 OK 如果你的你正好的这个卖房子的利得也达到了10万 甚至比10万更高 那么你这10万块钱的这个手上的现金 这部分对应的利得 你就要去交税 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律师在实义当中告诉 你只能换更高的房子 你不能换更低的房子 它不是不可以 你可以 但是万一最后的结果是你手上有了现金的话 那么你现金的这部分你就会导致你1031部分失效 就是没有办法全额的把你的这个增值利得去达到延税的效果 可能要有一部分现在就变成了你的税款 你要去交了 就是这么个意思 好不好 好 再延伸到将来 好 假如说当然如果B房产 我什么时候不想要 我换C 我又可以B换成C 没问题 你只要永远的循环做1031 你就可以永远的把这个税款延期下去 到什么时候不延期呢 就等于说比如说我买了B 我就不延了 OK 我把B彻底卖掉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说的A 我卖了 我们A当初买的时候是80万 我卖掉了A是卖了100万 我100万又去换了一个B 假如说B我卖掉 卖掉了150万 OK 到卖掉B的时候 你要去报多少的增值税 你要用B的卖价150万 减去A当初的购入价 也就是80万 去算70万的资产利得 所以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利得还是你的利得 因为100万卖A 但是A的成本只有80 所以是不是100减20 卖A的时候你有20万的利得 OK 那么你B是100万买进来的 然后B是50万 150万卖掉的 那有50万的资产利得 OK 所以加起来是有70万的 那么他其实他没有说 让你把这70万的资产利得跑掉 他只是说让你在卖B的时候 完全这个1031这条链 你不往下走了 你要在这里终止的时候 他会让你追溯到A 就直接用150万的B的卖价 减去最初A的80万的卖价 把前面的70万全部给你找回来 一次性就交 1031就是这么个意思 好 我们继续 我有点慢了 然后呢 好 所得税的这块就是这样子 好 再一个比较大块一点的 就是说你在持有的过程当中 房子在你手上 你会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税 好 先说我们自住房产 我们自住房产 很多人都知道 你交的地税 是可以抵税的 OK 就是房产税 就是我们所说的俗称的一个地税 OK 那么如果这个房子是在New York City的 就是五区的话 那么纽约市五区的地税 是季度来交的 就是三个月交一次 三个月交一次 三个月交一次 1月1号交 1月到3月31号的 4月1号交 4月到6月30号的 就这样以此类推 OK 如果你这个房子不在纽约市五区 那就等于说只在纽约州 比如说 我们最常见Nassau County Safford County 这些地方 那么它不在纽约市 它不需要交纽约市的地税 它只需要交纽约州的地税 那么它呢 就是 它就不像说 我在纽约市的房子 就是一笔钱 地税就是一个季度 多多少钱 它不分 然后New York City呢 这些Nassau Safford County呢 它是分类别的 基本上你比较常见的就是 它是 其中 School Tax Town Tax Village Tax 其中的两个 或者三个的一个综合体 OK 那你想知道说 这个在Nassau 或Safford County的这个房子 它的地税是多少钱 你需要把它的School Tax 加起来 Town Tax也加进去 Village Tax也加进去 全部放在一起 OK 有的时候 Town Tax 它不叫Town Tax 它叫General Tax 反正不同的地方 反正不同的叫法 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呢 如果说你在的这个地方 还有可能 它没有 它没有Village 这个行政区画 那它可能也没有Village Tax 但是它如果说 在行政区画上 它有Village的话 它还要再加上Village Tax 反正就是说 如果是你在Nassau Safford County的话 你会发现 它们是给你分开的 为什么分开 分开了之后 一般它在长导的地税呢 它很多时候就是说 比如Skoo Tax Town Tax 它都是半年半年一交的 OK 它们而且 它们交的适用的时间 都不太一样 有的是1月到6月交一次 OK 有的是前一年的 比如说11月份 到第二年的5月份交一次 就是说它会给你分开 但是对于纳税人来讲 它需要把所有的这些税 加在一起 才能算出来 它总共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地税 好吧 好 除了地税可以减免之外 地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2018年川普改了税改 之前你交了多少钱的地税 你都可以在税表当中去做抵减 2018年川普做了税改之后 然后呢 他对于地税的减免 设了一个上限 就是1万块钱 言外之意是什么 客人如果这一年的地税 加起来超过1万块钱 他可以在他税表当中 做抵扣的也仅仅 只有1万块钱 超过的部分不抵 OK 没有减税的效果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好 除了房产 除了地税之外 跟房子有关系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有贷款 这个房子你有贷款 那贷款银行 他不是做慈善的 你除了还本金之外 还要还利息 OK 那么你还的那部分利息 是可以减税的 OK 只有利息 不是本金 OK 只有利息可以减税 好 川普改了税法之后 他的这个限额又变低了 变成什么样子 我写的是0.75个million 也就是75万 你不要以为说你的 你的贷款利息可以最高减免到75万 不是 是说你可以减免的利息 最多是 如果你是夫妻两个人 就是贷款75万 所对应的利息 你可以低减 另外这意思吗 如果说我买这个房子 我带了100万 我产生了 比如说2万块钱的利息 这一年产生了2万块钱的利息 2万你无法全额减免 你只能拿出其中的75万 所对应的这个贷款利息去做减免 那我们最直接的做法 那就是8% 2万块钱乘以75% 那你实际付给银行的贷款利息有2万 但是你实际在税表当中可以做减免的 只有2万乘以75% 就是1万5 OK 如果你是夫妻两个结婚 但是要分开报的 那就是把这75万 再拆一下 再拆成37万 我就除以2 就这个意思 反正就是有上限了 现在就是让你 他这个 他这个 他是在川普税改之前 是一个没点 是100万 所以川普一税改就哗又下来了 所以说你知道不是说你借了多少钱的利息 他就是真的让你抵的 好吧 这都是个人税表 个人持有房产 好 还有呢一种就是投资性房产 我不自住 我不自住呢 那看客人的选择 到底这个房子是 放在个人名下 还是放在公司名下 OK 好 这个地方我就不展开了 具体怎么选择 这个我不展开了 我就现在只说税务的问题 就是说 我不管放在个人 还是放在公司名下 你放在个人名下 你就 这个出资性房产的租金收入 你就放在个人税表里面去报 如果这个房子 注册在公司名下 你这个房 你这个房子 所有的这个租金收入 你就放在公司税表里面去 去去去申报 这个很好理解 谁是市主 谁来做这个事情 OK 好 那 真正需要去交 去交所得税的 是你的租金 减掉所有税法上 允许你做抵扣的费用之后的 净租金收入 才要去交个人所得税 这可以理解 就会买卖房产一样 你卖房的卖了100万 不是说100万 你都要去交税的 是100万减去你的成本 80万 中间的那个20万 才要去交税的 增值的部分 净增值的部分 才要去交税 好 这个好理解 好 下面的问题 租金收入 大家都好理解 我收了多少钱 乘以12个月 或者是租了几个月 乘以几个月 这个总数 大家都能算出来 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样的费用 我可以抵减 OK 这个是很多时候 客人就是他不知道的 而且很多客人 会有一种想法说 OK 比如说 我自己出去买个包了 或者说我加个油了 他都想给你去抵减 OK 不是那样子的 你永远记住一句话 就是说 我说的就是 话操理不操的一句话 是什么呢 我们自己吃喝拉撒的 一个费用 政府是不准许你去做抵扣的 也就是说 你自己付房租吃饭 然后自己的买包 自己的休闲娱乐 一定是税后收入 言外之意是什么 不能税前抵扣 OK 一定是交完税之后的收入 才可以去做 好 那么对于租金收入 也是一样的 并不是所有的 关于你这个 用来出租的这个房子 所产生的所有的开销 你都可以往里抵 这个不行的 OK 我所说的你要抓住两点 一个是种类合理 就是你发生的这个 这个支出的这个种类 比如说你是维修 还是说你是装修 还是说你是水电费 这个种类 你要合理 OK 第二个就是金额要合理 OK 比如说这个房子 你基本上在纽约 纽约市五区 绝大多数的房子 在你这种一家庭 或者两家庭 同样的 我水费一个季度 可能就是五六百块钱 七百万块钱 咔你一下干到了五千六千七千 这就是不合理 OK 所以说项目要合理 金额要合理 OK 好 什么样的项目合理 也就是说 你为了赚取这个租金收入 不得不产生的一些费用 比如说房东最常见的维修费用 马桶坏了 你要秀一秀 门把手坏了 你要给换一个 对不对 钥匙可能没了 然后呢 就是你可能要给换一个 就是这种要维修的一些费用 再比如说房产税 我交的地税 OK 我这个房子 我不是用来自住的 我要是用来自住 我就适用上面的 直接在我个人税表当中 去做这个deduction 去做这个抵税就好了 可问题是我这个房子不是自住 我是出租的 那么你的这个房产税 就变成了 可以正常去抵扣你租金收入的项目 因为这个房子是用来 你用来做赚租金收入的 那么你要养这个房子 地税就是其中一份的开销 这是正常合理的 OK 正常贷款利息一样的 我这个房子如果是贷款 我要交利息的 OK 如果房东付水电费 OK 那这些水电费都是正常的 OK 好 要注意的一点 特别项目就是维修和更新改造 我多说一句 有一些客人 比如说房子刚买回来 我是要准备出租的 OK 我先把这个房子装修一下 比如说换个屋顶 或者是说呢 有的客人家里面 就是说 有那种特殊需求 比如说坐轮椅 不是太方便了 他可能要对这个房子上下楼做一个改造 或者是说 把它安个太阳能板 或不拉不拉的这种东西 就是你会发现 首先第一 金额花销比较大 第二 这个东西改完了之后 可以使用 或者是说 你对于使用这个房子人的受益时间 相对然是比较久 因为这个房景 你可能一二十年才换一次 对吧 或者说地下室那个锅炉 可能换一次 可以用很多很多年的 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是说 我把它做成维修费用 一滴滴个十几二十万 这个是税局不能允许的 税局会说 你这个不是维修 你是更新改造 OK 更新改造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让这个 这个房子变得更好 变得更好 是什么意思呢 它会潜在增加你房子的价值 也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把这个房子 放到市场上去卖 因为你安了太阳能板 或者是因为你换了这个 basement的锅炉 或者你做了其他一些更新改造 会导致你这个房子 往上增个几万块钱的增值 这就要更新改造 还有是什么呢 就是说 把这个房子 把它给做一个改造之后呢 让它具备了之前 并不具备的一些功能 OK 这种都是属于更新改造 不属于维修 好 我们搞清楚了 更新改造和维修 这两个的区别之后 带来的就是不同的税务处理方式 维修是什么呢 是你产生任何费用 你都可以从当年的租金收入里面 把它给抵掉 直接减掉 OK 如果是更新改造 不可以 OK 它等于说是你对这个房子 做了一个额外的一个加持 那这个东西必须加到你的房价身上去 就这个房子 我买回来是一百万 我现在做个更新改造 做个十万 那我必须把这个十万 放到房子身上去 那么这个房子的成本 就变成了一百一十万 OK 那么 一旦做了一百一十万 那你就说 那我是不能抵扣了呗 这钱白花了呗 不是 它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 来给你带来一个 Task Benefits 是什么方式 通过折旧的方式 折旧就是我前面说的比较那个 折旧是什么呢 折旧就是说 你花了一个非常大额的钱 一次性买了一个设备 或者买了一个房产进来 用它来赚钱 你虽然这个钱是今年一次性花的 但是你的受益年限会很久很久 那么政府就说你一次性买了个一百万的房子 你可以用十年二十年 OK 你现在非要在2022年一百万一次性抵掉 我不干 OK 那么我就需要让你把这一百万的成本 分个几十年去摊一摊 比如说出租性房产 我要是没记错 是39.5年 好 假如说我们就说40年 所以房 活税局的要求就是说 你花了一百万的房产 你要给我分四十年去抵扣 OK 所以就一百万除以40 一年最多拿两万五千块钱 去做你的抵扣你的租金收入 那这个我们就叫折旧 OK 好 所以说更新改造就会加到房价身上去 最后以折旧的方式 从你每年的税表里面打出去 所以有的时候客人他不会看这个税表 包括你也 很多行外人他不会看这个税表 他会觉得说 我快据是好成功啊 我今年的租金收入收了五万或六万 我以为我可以赚好几万的租金收入要去交税 结果你做完了之后发现 我天 你不但没没没赚 反倒亏了 OK 其实是干嘛 就是在折旧身上 就是把你房子的成本拿出来的一部分 而房子都很贵 一折都折几万块钱 所以轻而啰嗦的就把你的租金收入达到负数了 然后呢 你在做租金收入这些年会非常开心 因为他会给你 让你的租金收入非常多的减少 甚至可能达到负数 你不用交税 甚至还可以抵税 你当这些年的时候 你会非常非常开心 非常非常的爽 你到什么时候 你会非常非常难受 就是你要卖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前面说了 你这个房子卖 你这个房子折就是折在谁身上 折在你房子的成本身上 比如说这个房子 我每一年折了两万五 我折了十年之后把它卖掉 等于说卖之前我已经折了二十五万了 也就是说一百一十万的 一百万的房款 我已经在之前的十年当中的税表 累计已经打掉了二十五万的成本 言外之意是你十年之后 卖这个房子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房子卖了一百五十万 那么你去算增值利得的时候 你是不可以用一百五十万减一百万的成本 因为你一百万已经在过去十年当中 通过折旧的方式 让你打掉了二十五万 那你的成本就只剩七十五万了 所以你算资产利得的时候 就只能是一百五十万减去七十五万 所以你卖房子的时候是会很痛苦很痛苦的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那个这个地方 我说一会儿到回来再跟大家去讲 就是房屋出租提取的累计者就需要确认收入 言外之意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房子它哪怕享受SACS121自住房的这种免税额 OK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在转成自住之前 你有过出租 那你有出租的期间也有累 也有提过这种折旧 那么对应折旧部分的那个金额 你哪怕想符合二十五万五十万的免税额 你都不可以用 你都必须要把它拿回来 把它确认为收入 因为国税局立场很明确 是你已经提前享受了这些这个折旧所带来的税务的这个benefits 那么你到卖房的时候你一定要还给我 这个是一个非常那个 那很多时候我也见过很多会计师做了个税表 我一看 你不是说折旧我早晚要找回来吗 我不用不就完了吗 我不用 OK 你就会发现这个房子到卖的时候 一分钱的折旧都没提 OK 好 问题来了 国税局的说法是你爱提不提 你不提 我也当你提了 反正你到卖房子的时候 你都必须要当做你过去出租期间 你已经提折旧了 来算你房子的增值 所以这样的客人就会更亏 我在过去出租房子的过程当中 我完全没做折旧 我也没享受这部分对于我租金 收入的一个减免 我都在正常的交税 或者是少退税 好 但是在你卖房子的时候 你以为你没提折旧 你就可以不用交税了吗 不是的 政府就默认你全当你已经提了 你还是得再把这些东西找了回来 所以说租金收入 我基本上建了这么多税表 我几乎没有看到会计师把这块东西做对 所以说就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做这个租金收入的这一块 是有一个折旧的问题 就是你每一年去报的时候你会很爽 到最后你去卖房的时候就会很痛苦 好吧 这个地方我多就是多说一嘴 就是这个样子 好 基本上也就这个样子 我今天已经超时了 好吧 简单的给大家五分钟 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好吧 刚才有听众留言 问就是1031 房产卖掉之后 我们还有权利享受 section121的税的货免吗 section1031呢 如果你是自住房的话 它是不享受section1031 就是这个房子如果是自住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做131transfer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只有投资性房产 才可以做1031的这种盐税 所以说这两个税务上的这个法案 是针对投资跟自住两种 对 一般情况下 他们两个之间是没有办法让你同时去享受的 好的 谢谢王辉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再留一点时间来让大家提问 可以放在我们的聊天框里 但是呢 我在想 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是做了1031 然后呢 然后呢 拿到手上 但是呢 你投资了一段时间 你又把它转成了自住房 然后呢 符合2425的那个入的话 其实你是有可能出现 两方都同时出现的 这个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好的 好的 谢谢王辉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 关于税务上的问题 也欢迎添加 王辉律师 王辉税务师的这个联系方式 那现在呢 就是在屏幕上 大家可以拍照或者截图 这边又有问题问 所以结论是公司持有成本是最低的吗 公司持有成本只会高不会低啊 成立公司对不对 然后呢 而且我说实在的 一般情况下 LLC呢 是很多客人来成立公司都来咨询我 听起来好像LLC很fancy LLC是比较近多年才出现的一种公司 形式为了弥补一些老的公司形式 所出现的一些弊端 但是LLC呢 它也有自己的弊端 没有一样东西是一定好过另外一样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要不然 如果LLC好过其他所有的 那所有人都成立LLC了 LLC最直接的一个弊端 它的成立成本非常高 在纽约市 你除了要交 要交这个政府成立公司要有费用嘛 对不对 他还要求你LLC在成立之内的120天之内 必须要在当地至少两家报纸做 广告做publication 所以说基本上在纽约市 五区成立LLC 你的成本绝对不会在1000块钱以下 如果你的公司成立在Mahatton 光做publication就过钱 OK好 这是一点 你公司成立了之后 你要去开银行账号 OK银行账号 那至少银行会要求你最低 有个多少的额度 必须放在银行里面 否则我要扣钱 然后呢 可能business account里面 他还会要有一些service fee 可能每个月monthly service fee要charge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公司在存续的过程当中 只要这公司成立了 你就必须得养着他 养着他什么意思呢 到了固定的时间 你又就要报税 报税税款这一方面 你是不是得交快议施费 帮你去付这个 帮你去做税表 所以说你用公司来持有一定的成本 要比个人要高的 OK 但是呢 为什么还要用公司来持有 这个涉及到一个法律问题了 就是说一个责任的问题嘛 如果放在个人名下 你如果个人成为被告 被人告了 然后呢 然后呢 judgment是against you 你要赔对方去钱 然后如果你个人名下就有房子的话 Marshall是可以强制执行的 但是你如果放在房子下面 OK 房子下面有一个 也有个房子 LLC持有房产项 规避法律责任 尽量避免放在一人名下的LLC 不可以single member OK single member其实也好理解 如果这个LLC只是你自己的 我换句话想 房子是你的一项资产 可以用来强制执行 难道公司的ownership就不是你的资产吗 你想有公司的股份 难道这个不是资产吗 这个也是资产 所以说原则上 你把房子放在LLC下面 然后呢 如果你成为了一个被告 别人要强制执行你 OK 人家也可以强制执行你的LLC 因为你这个也是你的资产 那怎么达到一个效果呢 就是说尽量避免single member 你是唯一的一个老板 你在起码再放一个member进来 那在纽约中 这边又有一个问题 那如果对公司方面感兴趣的呢 也欢迎就是添加网惠律师的微信 那时间问题我们再获到下一个问题 有人问1031税的问题 比如A房子卖80万 买80万 卖掉100万 那买了B房子 这个是100万 后面我又 这个房子又卖了80万 那要交所的税吗 那就是LOS吗 等一下 80万买 100万卖 然后用这100万去买了一个 是置换吗 1031置换吗 对 1031的税的问题 B 然后呢 又卖了一个80万 那不用了 怼死了 好 嗯 就是不用交所得税了到最后的时候是不是 就是平了 对吧 好嘞 行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1030 1030 exchange这个term呢 感兴趣 我们上一期啊 也有专门讲这个课题 大家可以在指标群里联系我们Aker小助手 要到这个回看的这个video 嗯 那如果今天啊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王会了律师跟王会事务师的这个分享呢啊就到这边 然后啊稍等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的还没有结束 没有没有其他问题了吗 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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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让大家听懂还是听得太懂了 没有问题 可能是那个税务方面的确是比较啊繁琐 然后大家可能今天啊对内容太多了 然后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王会律师啊 大家要如果说啊有关于税务方面的问题 那真的要欢迎大家去加王会律师的这个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 那王会律师在税务方面相当相当的专业 那大家有任何的啊税务上的疑问都可以去啊问王会律师 好我把我的这个 啊好 不好意思有点模糊 那在今天结束之前呢我跟大家再分享两个消息 首先呢是我们Aker爱居客地产公司将在下周四啊 也就是说7月21日同一时间会有纽约百万地产专家 以及房产投资人Cassie Huang分享如何低成本投资纽约地产 20万买房我们做房东这样的一个线上主题讲座 时间是下周四七点半也请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群里的消息 除此之外呢我们Aker爱居客会在7月23号在法拉盛喜来灯酒店举办一场主题为暴雨将至加息加上通胀房地产该如何投资的线下地产经济论坛讲座 那时间是美东时间的2点到5点 地点呢是法拉盛喜来灯酒店7楼的Gallery Room 那我们邀请到了很多的重量级嘉宾来现场跟大家分享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提供免费的酒水点心啊 并设置了一个抽奖环节 那欢迎大家去现场参加这个活动的帮名方式大家注意一下哈 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我屏幕啊这个啊 左下角的这个啊微信还有这个电话 我们可以拨打电话91754009709175400970 或者加我们Aker小助手的微信 那这个是微信的二维码就在最下方啊 我们微信是大写的ACREMYC啊 加上一个三数字三进行报名 那如果大家对啊纽约买房卖房有什么疑问 或者需要帮助的地方呢 也欢迎添加我的联系方式啊 我的联系方式在这儿 大家可以截个屏不是很清楚啊 二维码是我的微信二维码 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论坛就到这里 非常非常感谢王辉律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 同时非常感谢啊 大家抽出来时间来参加 那今天我们的讲座就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 谢谢大家